这是空心菜 这个瓜苗是昨天吃剩的 今天继续吃 吃白味剂 你会剥吗 你不要剥的那么老 人家吃不了 我剥了一点那个皮都没有 这个有方法的 你会剥啊 你看这样剥 有点少 首先少就剥 要剥着 卖卖着也是这样子 我是专门剥这个 一切我就卖着口卖这个的 这样子你还卖这个 我没见你卖过 是啊 到有的时候我就挑到街上卖的 你看嫂子又为做菜 又为啥都会 你看我会理这个 为你吃啊 你看 理得多好 吃的一点扎了没有的 大概要好好的东西哦 大哥很多网友骂我了 说我说我没有 说我什么 就说你对嫂子不好吗 我对得蛮好的 叫我叫我怎么劝你吗 很多网友都说我 你看嫂子真的是啥都会 蛮好的啊 种 种 种地是吧 种地摘果炒炒炒菜做饭 还有喂牛 一天活都干不完 你这两天好多网友都都说了 网友说啊 是啊 你说像嫂子这么好的一个人 就你不珍惜 有说我又说我勤快的没有 没说你说你不是人 不会吧 真的很多人说你不是人 不会吧 我那么勤快说我不是人那怎么办啊 我勤快了不 拿过来拿过来 你还多做点试嘛 是吧 我还不做试我我也是 现在果子你看果子也卖完了是不是 你对有 果子有点鲜了 太少了去 你一下油啊 买点东西 衣服啊 吃了嘛 去玩一玩嘛 要不这样子 拿个你的 要你跟你 你还去外面 说什么人家介绍给你对象的 你还跑出去 嗯 我都很勤快了 你看 是不是嘛 你看我加菜 是不是 你 你挑这个最会的 这个 吃饭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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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我是跑的最快的 少的菜都做好了 你的菜还在这里咪咪咪咪 吃饭我是打冲锋的 哎 这个拿汤就行了 炒吧 瓜苗拿着炒也好吃吧 汤也很好吃的 打汤啊 不可以 打汤是最趁虚的 打汤呢 你也不用 在鸡汤里面打 鸡汤里面打工会浪费的 鸡汤最好吃 还有一个瘦又打汤 嗯 放到时候也快有了 就可以调到街上去卖 我一切都是买五五块两块钱一只猪啊 就是这么大一只啊 一天卖个七八只啊 又有几十块钱 这个样子 一天生活费也有的 聊正题啊 国一国一外国一有什么打算的 国一还有多天 也没有多少天了半个月嘛 还半个月 是啊 半个月那么久 哪里还省得到那么雨 要不你叫带嫂子跟我们去去玩玩嘛 去哪里 去海边嘛 去海边 去哪里广东 大鹏啊 去北海吧 北海太远了吧 哎呀 一年去一次嘛 一年去一次啊 要不到时候嫂子在那里是走了 他昨天跟我们说的他昨天回去了 五一到一回去了 你不表示一下 回去 我们这里这么好玩 回去 回去干什么 回去干什么 回去找男朋友 你都哭了 他找男朋友 你还去找女朋友啊 我不可以去哪里 是不是 很多人都说你你你你你去外面找女朋友去了 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你是哪有人喜欢我啊 你喜欢我的 那别人介绍你就说你有了嘛 你你都不去了嘛 你人家介绍你又在那里 那你是我没有啊 哪里有啊 那你又自己说你有啊 有人介绍跟你介绍对象啊 那如果我没有我就说有的话 等下别又看到又没有又是光棍 别不是说那个嘛 你现在哪里是光棍呢 那没有他不是光棍吗 你现在不是有嫂子吗 还光棍呢 那结婚呢算算有吧 那不能够说 还没结婚你就说有有老婆了 那等下 那等下介绍对象给你 那那个是女老婆吗 接受了也还不算成功啊 那你就算成功啊 那一接受就算老婆了嘛 那不就是嘛 那你现在跟嫂子就是好好的嘛 吃饭 好先吃饭去 跟你说话我就感觉还跟你家里那那几个牛说话一个样的 吃饭家师傅啊 嗯好吃饭去 现在就剩四个下层了 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太晚了 没有上山去摘果子 今晚开播 样板都没有了 就这个 这个是大果 这两个大果两个小果 这个还是写字的 今晚就不能吃果子了 开播不可以吃果子了 没有果 不可能 这一会儿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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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